华山基金会林口爱新天使站 已经成立13周年了 为了感谢义工和善心人士 长期以来的支持 特别举办了感恩茶会 也邀请8月生日的长辈们 和善事们一同欢度 也祝林口站的13周年生日快乐 艺人刘小义也到场献唱同乐 在燕子慈商会宰歌宰舞的表演 以及艺人刘小义的献唱之下 场面十分欢乐 华山林口站13周年感恩茶会热闹举行 因为我们长辈他们其实 就是非常期待我们有这个茶会 然后可以一起来庆祝一起吃饭 期待了很久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还安排了燕子慧 还有艺人刘小义一起来帮我们一起参与 因为我们平常老人家 他们都是古老 都在山山或是在家里 其实日子过得非常的枯燥乏味 那希望今天这个茶会 能让他们就是感觉到一点温暖跟开心这样子 这次聚集了八月生日长辈以及义工等近四十位起聚一堂 除了庆生与茶会还有一剪团 在现场替长辈剪出一个个好看的发型 阿邦很高兴 大家好 华山基金会 非常高兴 也很高兴 加人 很幸福 祝福大家 健康 华山基金会目前全台将近有400个社区爱心天使站 而在新北市服务了约1300位弱势长者 也期盼各界响应送爱到家因为有您认住计划 每个月1250或是一年1万5 能让弱势长辈多一个依靠 有意愿可洽爱心专线2602-0469陈小姐做询问 记者沈志佑林佳珍新北采访报导